我的的話一樣也是從模仿開始 我是高中的時候開始學吉他 然後開始就學從很簡單的和弦開始 開始學 那會開始寫歌是因為有一次去高中的那種熱音色陳發 那就有一個樂團像是自己在台上演奏他們自己寫的歌 所以那個時候讓我覺得說創作離我很近 我想說那他們會寫那我也試試看嘛 我也會彈吉他嘛 所以就開始從那個時候開始慢慢去拼拼湊 就是用自己繪的和弦然後開始寫試試看 然後比如說主歌、副歌那種最基本的架構大概也知道 然後去那樣子去湊 但是這樣子寫會碰到一個瓶頸就是我和弦不夠用 然後我就想說那開始去學一些新的東西 那等於就這樣一步一步慢慢來就寫一寫 碰到瓶頸好像應該學一些新的東西 我可能上網照 我可能問人 我也不可能去找老師 對啊 那就是一直一路到現在 其實我都還是一直不斷在學習 有找鋼琴老師嗎 鋼琴老師有 其實後來上大學之後 我去學了 呃 將近一年的爵士鋼琴 但其實比較接近 柔心鋼琴 就是也是把原本就為了那些吉他的知識譬如說和弦 然後甚至我覺得跟那個老師學了蠻多樂理的啊 但是但他比較偏爵士的東西 那那個是我覺得比較有打下我現在的音樂基礎 但其他的就連吉他我幾乎都是都是資訊的就透過網路 所以其實網路上有很多很多的資訊 非常讚好就是網路上有很多資訊這件事情 就是呃就是我在其他地方如果講座一樣的話 就學生問說 啊老師你那個軟體怎麼用啊 嗯 我說其實以前也去找Google大師 因為很多很多的軟體的使用 還有那些軟體的開發商機 他都會拍很多的教學 所以其實是可以在上面學習的 那我自己學音樂的過程就 就因為年紀比我以來大概大二十歲左右 有多嗎 十幾歲 不重要 不重要 所以我的學習過程比較長 所以可能要講稍微多一點點 然後是小時候學固點鋼琴 那固點鋼琴因為沒有學樂園 在國小的時候就是無限符是怎麼樣 譬如彈怎麼樣 所以我不知道C的選是什麼 我不知道A minor是什麼 可是很幸運的是我上國中之後 我就學了另外一個東西叫做 我不知道怎麼正確是叫那個 語氣就是 右手也要彈 左手也要彈腳 還要彈笛 那種電子琴 Yamaha Steakboard 對Yamaha Steakboard Yamaha Steakboard也有 其實是賀賀也有 那以前呢就是在餐廳裡面 電子花車 會用到的那一種 真的會彈那個 因為我當兵的時候 碰到一個學長 他就是這樣 他超強 他一成首歌他都可以做 包括鼓 就用鼓是吃檔吃 然後他上面彈 然後腳是彈笛 對對對 就是這樣你右手要彈到 復旋律 左手要彈到和弦 然後這邊有一排的那個 節奏組 所以你知道什麼是 Bassanova 什麼是舞華爾斯 什麼是上版 什麼是lubba 然後你腳要因為 他是Bassanova 所以你叫做 對 拍菜 對對對 但是學那個 但是學那個 那這樣演唱會 找老師您一個人就可以 沒有 對 不用吉他手 那就是 學那個有很大好處 是因為你的左手要知道和弦 你開始知道節奏是什麼 你也了解了 Bass是什麼 因為腳色負責Bass的部分 對 那所以 所以從古典跳到流行 其實學那個樂器的來源是一個很大的跳躍 然後在大學的時候又參加了樂團 那樂團我是個鍵盤手 所以我有鼓手、我有吉他手、我有主唱 所以在那個時候在PUB演出 我跟著這個團去PUB巡迴 那個時候已經全神巡迴了 所以大學的時候已經辦了全神巡迴的這件事情 在各個PUB全神巡迴 那個時候我大學的時候三天在高雄 三天在台中、一天在台北 我是在講的 在那樣子的巡迴過程當中跟表演 其實我就比較知道說一個歌曲或是一個音樂 它的編曲的樣子是什麼 就是我彈鋼琴、各位彈鋼琴 鋼琴非常的寬、音域非常廣 所以一部鋼琴就可以把整個頻率 整首的頻率把它佔了 但是在樂團裡面或者是一個流行樂的編曲裡面 鋼琴有可能只是一部份 我還有吉他、我還有Bass、我還有其他的弦樂什麼的 所以在編曲的時候我就要知道當吉他出來的時候 或許我的鋼琴就不要彈到這麼高音 因為他的頻率是比較接近的 那這個接近其實頻率先進他沒有 他不會增加,他會其實有點異銷的 你會聽不清楚這兩個樂器的差別 或者是他們的樂劇是什麼 所以在那個時候我就開始真的有跟編曲的關係 然後後來就加入了話劇社劇團開始做劇場 然後又認識了廣告導演做廣告 所以我也跟有一部分來講說古典的鋼琴之外 有一部分其實跟威力還是接近的 就是說很多時候其實自學的 因為我其實沒有所謂的理論的基礎 因為我不知道很多位法 我不知道曲視學 我不知道那些調戲聽見什麼 可是我們都有喜歡音樂跟喜歡聽音樂的很多 那魔法是一個很重要的 那在他部分裡面就是我自己模仿 那個時候有寫的歌曲 所以我要學這個歌 我沒有譜,我只要把它聽下來 每一個音每一個音聽下來 然後甚至要做出跟他一樣的音色 那那個就是另外一個要自己去進修 跟自己想學習的心才會有這樣的結果 這樣子